这是碳钢和铜 焊接在一起 不同材质的话也能融合 这是多骨铜线焊接 这是多骨铜线 可以将它融化成一个球 这是多骨铜线 直接点焊 这是化成的一骨 这个是紫铜 紫铜条对接汗 汗点的颜色和母胎颜色一致 这是紫铜 直接融化了 看一下这个焊点 这是一个两毫米的铝条 堆接焊 看一下这个融合的程度 焊点的话和母胎的颜色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是紫铜条 不需要借助焊丝 直接打到母材子中 这是一个紫铜管 加汗刺风口汗 这是多骨线条 焊接 融成两个球 这个是一个紫铜管 风口满汗 看一下这个焊点 这个就是融丝点焊 没有用焊丝 像这样的小缝隙 直接对头满汗就行 这是碳钢条 瞬间融化 焊完后也有温度 但是这个温度 比传统焊净温度要低 有很多客户不知道 我们这个点焊跟连续 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用在哪里呢 比方说现在 我们是用到一个模式一 电流默认是十的一个情况 然后不点亮这个灯 相当于就是一个点焊模式 我们来模拟一下 就是摁住这个开关 摁一下 起呼一下 需要手动去点焊 手动去操作 这种操作呢 就是适合于新手焊接 或者是点焊工件 比较常规的一种用法 然后点亮这个灯 就代表是连续模式启动 用的是模式一时的电流 然后是连续焊接 连续焊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开关 一直摁下去 但是不要抬起来 它机器里面会有焊接脉冲输出 我们只要跟着这个频率移动焊枪就可以 这个就是连续焊接 当然了不同的电流参数都是可以使用连续模式的 这个是模式2 模式3 模式4 不同的参数都可以使用连续 但是它代表的竖直不同 频率也不同 如果说不加焊丝修补 这种浅的凹槽可以直接焊 不用填焊丝 直接补就行 像这样就是不加焊丝 这边是加焊丝 加焊丝会凸起来一些 冷焊接也可以用于表面修补 像有这种字迹的话 可以不用加焊丝把它给盖住 这个就是修补的效果 这个就是点焊功能 焊点的话也是白亮的 чет听 谢谢大家